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姓蘇的 这里开业的国际咖喱馆是1984年 暂时是2024年 这40年一直经营咖喱 早上10点回来开档 预备好材料和运作做饭事 入货通常是打电话给批发 肉和香料 拿回虾菜送来 预备第二天 拌好的香料咖喱 预备第二天 循环地做 最出名的是炒鸡 鸡是先用咖喱煮熟 混合咖喱粉 放入洋葱和干葱 炒干而成 有辣有不辣 这样吧 巴基斯坦咖喱 辣度中 適合香港人的口味 又香又辣 这样调制出来 这里八成都是吃咖喱的 我最喜欢吃的是 我吃巴基斯坦 为什么呢 因为吃咖喱虾 一口饭 一口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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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入口中 很感觉 吃咖喱鸡 巴基斯坦鸡 一拿起 用手一拿起 用来切 那种感觉 又不同 很感觉 越吃越开胃 黑咖喱也是创出来的 咖喱粉烤製成 不是用竹炭粉 用咖喱粉自己又炒又焗 所以这个很繁复 因为做黑咖喱 咖喱粉炒焗 炒到有黑色 加上咖喱汁 煮完就吃了 但不会很容易有苦味 不习惯就觉得它苦 习惯就觉得是甘甘凉凉 这个香濃 有些人就很喜欢这个黑咖喱 但是这个方法 1984年 我以前的生活比较困难 我就是七兄弟姐妹 要做出来做事 减轻他们的负担 为什么我进了这行 老爸说 进了这行 有三餐吃 不用做别的 自己给钱吃 所以就进了这行 做了饮食业 四十年了 不信 让我心想清楚 你看看 真的吃不厌 不是假的吃不厌 不是吧 我们的咖喱配方 这么多年 有时候自己加咖喱减 贵节性 天时热的咖喱配辣些 这个时间 这个月份 湿度大 就要吃辣些 就要较辣些 让人的湿气 没有那么累 冬天的 干燥的 就不要那么辣 少点辣 最高兴 最高兴看到 有些三代人 都是来这里吃 有个婆婆 还有个工人 他们说 有时候和一个先生来吃 又回忆 又回来吃 有些客人不见了 即是移民了 真的移民了 最高兴 我们是省人的成本 直外的成本 都不能省 他送来的成本 他都要这么贵 我们的东西不是用雪藏 雪藏和新鲜的 是两件事来的 你做每一件事都是 我们自己 两兄弟 就在厨房那里做 就省下一些 省下一些人工 就是这样 一个人做 一个半人的工作 或者两个人的工作 然后就省下一些成本 那就慢慢地坚持了 你说想吃我们的咖喱 就没有了 差不多要拉屎了 差不多 唯有说 寫下一些秘方 就看他 你喜欢 你喜欢 寫下这些秘方 你会给谁 给谁 我都不知道给谁 或者寫下有缘人 看看有缘人 等他自己 慢慢 看看自己 这些真的是很辛苦 初头 做惯了 那就没那么辛苦 我们正所谓 你说 真是山高水低 这么多年 好天粉 是什么 那些 那些 那样就捱 捱一下捱一下 捱到现在 是吧 找饭吃一下 有时候很冷 有时候没什么 送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 做到什么时候 听到想起客 是好吃的 不是送上放 现在是这样 我是这样想 会开心 你听到客人这样 真的开心 不是说 不是说钱 是 买得到 真的不是钱 买得到 我没出去做过任何那些 就是看别人想吃 那自己就想一下 就搞一下 搞一下 如果他们真的想找到 他们的味道 然后就没做下去 会否可惜 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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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懂 不懂 不懂答 可不可惜 现在 真的不知道可不可惜 请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一下小鐘